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神经科学探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大脑的奇妙乐园,神经过山车 二,思维的烹饪般,调味脑汁的秘诀 三,睡眠的梦工厂,夜晚的神经导演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大脑的奇妙乐园,神经过山车 各位亲爱的脑戏包们,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们将一起乘坐大脑的奇妙乐园中最刺激的游乐设施,神经过山车 请仅仅扣好安全带,因为我们即将在这个三邦中充满作者的神秘原地中 经历一场思维与情感的狂野之旅 首先,当我们进入这座乐园,我们的大门票,感官系统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 这些感官就像是乐园的迎宾园,将外界的信息传递给大脑 让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所预期 接着,当我们登上神经过山车 我们的大脑皮层开始发挥作用 这里是规划,思考和意识活动的中心 这就像是过山车的控制式,决定了我们将如何反应 以及我们的体验将会多么精彩 然后,当过山车开始加速 我们的信任和情绪中心和脑干 控制生命基本功能的部分就会被激活 这时,我们的心跳加速,呼吸急促 这不仅仅是因为过山车的速度 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正在是放肾上腺素 让我们的身体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惊险刺激 在这趟神经过山车的旅程中 我们的海马体也在盲目中 它负责记忆,确保我们将这次经历记录下来 无论是好是坏 这些记忆将成为我们故事的一部分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它们会在一次无聊的晚餐聚会中成为我们吹嘘的资本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大脑中的多巴胺系统 这是我们的奖励和快乐中心 当我们在过山车上尖叫时 这个系统会是放多巴胺 让我们感到兴奋和快乐 这就像是乐园里的免费棉花糖 让我们的体验更加甜蜜 最后,当我们的神经过山车缓缓停下 我们的前额叶皮质开始反思这次经历 这是大脑的高级思考区 我们可能会问自己 我为是魔要做这件疯狂的事 但同时,我们也可能已经在计划下一次的冒险 所以,亲爱的冒险家们 这就是我们的大脑 这个奇妙乐园中最令人兴奋的游乐设施 它让我们感受到恐惧、兴奋、快乐、甚至是后悔 但无论如何 它总是让我们渴望再次体验 再次乘坐这趟神经过山车 探索这个无穷无尽的乐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四味的烹饪班 调味脑汁的秘诀 各位烹饪爱好者 欢迎来到这场非比寻常的四味的烹饪班 我是您的主厨兼教授 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学习如何烹调美食 而是要学习如何为我们的大脑倒配最美妙的调味料 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美味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好奇心胡椒 这是一种能够激发思维活力的神奇调味料 当你觉得你的思维像是一盘乏味的白饭时 撒上一点好奇心胡椒 问问自己喂食磨合 如果你会发现你的思维开始跳跃起来 就像是一道刚出锅的麻婆豆腐 既刺激又令人回味无穷 接下来是创造的香草 这种香草能够为你的思维增添一抹清新的创意 当你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过平庸时 加入一些创造的香草 让你的思维如同一杯混合了新鲜薄荷的摩西托 轻心扑鼻 让人耳目一新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批判性思维辣椒 这种辣椒能够让你的思维变得锐利 能够剖析问题的每一个层面 但是要注意 不要过量 否则你的思维可能会变得过于尖锐 让人无法接近 就像是一道辣的让人泪流满面地四川火锅 让人静而远之 最后 我们来谈谈同理心糖 这是一种能够让你的思维变得更加甜美和谐的调味料 当你的思维需要一点温暖或理解时 加入一些同理心糖 你的想法就会像是一块刚出炉的苹果派 温暖人心 让人感到亲切 记住 思维的烹饪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门科学 要想烹掉出一道道精彩的思维大餐 你需要不断地尝试 调整和品尝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同 所以你的调味秘诀也将是独一无二的 现在 穿上你的厨师帽 拿起你的调味瓶 让我们开始这场思维的烹饪之旅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睡眠的梦工厂 夜晚的神经导演 各位亲爱的夜晚探险家们 欢迎来到我们的梦工厂 人类大脑 这里是每晚上演出最神秘 最奇幻剧目的地方 我是你们的导游 专业又带点幽默的教授 今天我们将一探究竟 这个夜晚的神经导演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主角 大脑 这位大明星 白天的时候忙着处理工作 学习社交等等繁琐事物 但到了夜晚 他就换上导演的帽子 开始了他的第二份工作 制造梦境 当你准备进入梦乡时 大脑中的一个叫做下丘脑的部分 开始发挥作用 它像是一个内置的脑钟 告诉身体 嘿 是时候关灯睡觉了 然后 我们的导演 大脑皮层 开始进入一个叫做快速演动 RAM 睡眠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大脑活动异常活跃 就像是在编导一部不精彩的电影 这时 大脑的某些部分 比如前额夜 它在白天负责 逻辑思考和决策 晚上就像是喝了点小酒 放松了许多 不再那么严肃 这就是为什么梦境 常常充满了荒谬和非逻辑的情节 你可能梦到自己 在和一直会说话的兔子下棋 或者突然能够飞行穿越时空 而大脑中的杏仁和 负责处理情绪 它在夜晚也不甘寂寞 经常在梦中加入恐惧 喜悦 悲伤等情感元素 让梦境更加丰富多彩 这就像是在电影中加入特效 让观众 也就是睡梦中的你 更加投入 有趣的是 梦境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它还能触动我们的其他感官 你可能在梦中闻到了花香 或者感受到了温暖的拥抱 这些都是大脑 在夜晚的特殊导演技巧 它利用记忆中的片段 重新组合 创造出全新的体验 当然 梦境不仅仅是娱乐 它们还有可能是大脑 进行情绪处理和记忆整合的方式 有时候 你可能会梦到最近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遥远过去的记忆 这都是大脑 在整理你的心理仓库 最后 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 我们的梦工厂就会暂时关闭 大脑又要开始它白天的工作了 但不用担心 当夜幕再次降临 这位神经导演又会开始它的夜晚创作 准备给你带来更多奇妙的梦境 所以 下次当你躺在床上 准备进入梦乡时 不妨对你的大脑说一声 导演 今晚请多指教 谁知道呢 你可能会得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梦境大片 晚安 祝你有个美梦 亲爱的观众们 大脑的奇妙乐园 思维的烹饪班和睡眠的梦工厂 这些都是我们探索大脑奥秘的精彩场景 在这些场景中 我们看到了大脑的多个部分如何协同工作 创造出了我们思维 情感和梦境的奇妙体验 大脑就像是一个充满惊喜的游乐园 每个部分都有着不同的功能和角色 而我们的感官 则是进入这个游乐园的大门票 从视觉到听觉 从嗅觉到味觉 每一个感官都在为我们带来外界的信息 让我们对世界有所预期 在大脑中 我们的思维和情感中心开始发挥作用 像是一个过山车的控制式 决定了我们的反应和体验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这都是大脑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 惊险刺激而释放的肾上腺素 我们的海马体则负责记忆 确保我们将这次经历记录下来 成为我们故事的一部分 而多巴胺系统 则是我们的奖励和快乐中心 让我们感到兴奋和快乐 在思维的烹饪班中 我们学习了如何为我们的大脑 调配最美妙的调味料 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美味 好奇心胡椒 激发思维活力 创造力香草增添创意 批探性思维辣椒 让思维更锐利 同理心堂让思维更甜美和谐 而在睡眠的梦工场中 大脑换上了导演的帽子 制造出最神秘 最奇幻的剧目 梦境充满了荒谬和非罗吉的情节 让我们的思维和情感 得到放松和释放 梦境不仅仅是视觉的盛宴 还能触动我们的其他感官 让我们经历全新的体验 这些场景中的每个细节 都让我们对大脑的奥秘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大脑就像是一个乐园 让我们感受到恐惧 兴奋 快乐 甚至是后悔 它让我们渴望再次体验 再次探索这个无穷无尽的乐园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问题 想问我们的专家 让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探索大脑的奥秘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